高雄市长陈菊24号前往岐山昆州宫内门新天宫及山林武当庙参拜 最后一年以市长身份向众神明祈求高雄风调雨顺平安无灾 同时祝福市民朋友新春如意平安喜乐幸福洋溢 高雄市长陈菊24号首站来到岐山昆州宫 一到场就受到热烈欢迎 陈菊表示市府重视岐山大小事在县市合并后陆续进行多项重要建设 设置抽水站彻底改善岐山地区淹水问题 而高雄灯会除了在市区举办也将展示花灯延伸至岐山 期盼带来更多观光人潮 这几天我们的定会高雄灯会高雄定会就包括我们旗山的定会 我们旗山有两个二号排水五号排水高 这次都在整理中 这个整理中应该都是在六七月都能完成 接着陈菊来到内门参香祈福 他表示市府拖宽道路提升观光便利性 另外还有内门动物园目前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估作业 后续妥善规划就能对外开放 我们对内门地区一直都很关心 说我们高雄市 我们未来 我们的动物园 要在内门地区优先的动物园 这都要在整形中 市长陈菊与市府团队到祈山 内门及山林庙宇参拜 并且致赠匾额给予庙发 随后也发送狗年红包向大家拜年 现场民众热烈欢迎 开心排队等着领取红包 港独新闻聆听娘洪静怡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